首先我們要從right平面 我們要把這個2D我們要先畫出來 好 我們會先選擇草繪 從right平面做草繪進來 好 草繪進來之後 我們會對它來做一個我們要的圖形 好 我會下個線的指令 從這個點往右邊 然後呢 往下面 圓角先暫時不管 然後呢 往這邊垂直的過來 這邊是平行 然後呢 水平斜斜的水平過來 圓角可以先不做 做完了才去做導圓角 會比較好做一點 好 這邊補一個導圓角 這邊也有個導圓角嘛 然後呢 這邊也有個導圓角 對不對 這樣做比較方便一點 而且都能夠保證是想切 你畫圓弧的話可能還抓不到想切 好 要注意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首先我會去標這一段的長度 還有呢 還有呢 這一段的長度 它還要的是這一段的角度 還有這邊的半徑 還有這邊的半徑 然後呢 還有這一段的長度 然後呢 還有 注意一下了 這邊我再標其他條這邊的半徑 我在標其他的角度以前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些圓角的部分 我們要來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你會看到這邊它講的是 R75跟R40 這兩個圓心是在同一條直線上 ok 是在同一條直線上 所以這個點請你幫我去設定一個垂直 選圓心跟圓心要做一個垂直 有沒有 好 這個要先注意一下 好 然後呢 它開始去標 它是標線到這個點的這一段 還有呢 是這個點上面的圓心 到這一條線的這一段 ok 好 還有哪裡 還有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是角度 這一段的角度 好 這樣子我們就全部都標完了 好 試試看 框起來之後 右鍵的修改 好 再生的勾勾取消 這一段是30 這一段是40 這一段是150度 這一段是75 這一段是40 這一段是40 這段是半徑的35 這一段是115 這一段是90 好 這一段是105度 好 做完了 確定 確定 然後呢 我對它做一個漲高 厚度是多少 厚度 這邊有告訴我是 這邊有25 這個掃描檔沒有很清楚 可是講義看得清楚 25 好 厚度是25 ok 好 先幫我把這邊的2D做好 好 來 接下來呢 它要做拔模囉 好 現在要做拔模 這邊的話呢 我不在隱身裡面直接做拔模 因為呢 它有的要 有的不要 好 首先它說以底面為中立面 加2度的拔模至外側周圍平面 除開口外 好 除開口外 其他的都要做一個2度的拔模 好 意思就是說它的開口是哪裡 開口的話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立體圖 應該是這一個開口 應該是這個面不做拔模 其他都要做 那這時候做拔模的時候來看一下 當我點選拔模 拔模角鏈是選底下這個面沒有錯 然後呢 拔模面是不是要選一堆 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一堆其實不太好選 不太好選 這時候呢 我在黑板上面我有寫 所謂的種子面 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不管 我們先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如果我想要去選四周 四周相鄰的面被選取的話 先選不要的面 好 不要的面是這一個 然後呢 選擇相鄰的邊 是紅色的 選擇相鄰的邊 當你點選它之後 反而就等於什麼 好 四周相鄰的 四周相鄰的邊被選 四周相鄰邊 相鄰面 好 四周相鄰面被選取 也就是說 我先選它 然後呢 按著Shift鍵 再選這個邊 反而是周遭這一圈被選到了 好 它有一些比較快速的選舉方式 你看喔 我現在什麼指定都先不下 我先選面 選這個面 然後呢 按著Shift鍵 選這個邊 你會發現是不是周遭這一圈的面 都被選到了 有沒有 這樣子選好像蠻快的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呢 先選第一個面 之後按著Shift鍵 再選第二個面 這是不要的面 然後呢 除了2之外 全部都被選到了 好 先選一個面 先選一個面 按著Shift鍵 再選不要的這個面 你會發現除了它之外 連底下都被選到了 OK 好 它有說分所謂的種子面 這個面就是所謂的種子面 按著Shift鍵 它是不要被選到的面 然後呢 放開它以後 全部都選到了 有沒有 第一個是選這個面 好 你要去動一下滑鼠 點一下圖形之後 動一下滑鼠 才會選到這個面 然後呢 按著Shift鍵 再去選這個鍵 按著Shift鍵 選這個鍵 欸 它相連的全部都被選到了 有沒有 好 會有這兩種選取的方式 好 可以先玩玩看 我就可以來選囉 譬如說我現在選擇拔模 對不對 今天的拔模曲面 我是不是可以選這個面 按著Shift鍵 選這個邊 是不是選到周圍這一圈 然後再按著Shift鍵 把它給移開 抱歉 按著Ctrl鍵把它給移開 OK 按著Ctrl鍵把它給移開 就是選完這一堆 然後這個不要做 然後呢 拔模角鏈 我們就直接選下面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要幾度 兩度 注意 是上面會變得比較小 好 這樣子我們就很快的就 選到這些東西了 有沒有 好 請你試一下 要與 Publiz 2 9 10 10 11 10 11